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9月27日,星期三,今天我们来聊聊蜘蛛 很多人怕蜘蛛,你也怕蜘蛛 因为可能在电影里或者电视剧里看到蜘蛛伤人的事情 但其实那些都是编出来的故事 它们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都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绝大多数的蜘蛛都能产生毒液,这是真的 也有一些蜘蛛的毒液比起它们的同类来要强很多倍 这也是真的,比如黑寡妇蜘蛛,褐色隐士蜘蛛等等 但是蜘蛛几乎不会主动伤人 除非人进入了它们的生活范围 而它们的生活范围通常是一些人不经常活动的地方 比如房梁上,墙角,野外这些地方 今天我们主要来看看蜘蛛那些神奇的方面 首先蜘蛛能够织出各种各样的网 它们织网的时候就像你画画的时候一样 非常专心 世界上无法找到两张一模一样的织网 一条蛛丝可以比同样粗细的钢丝还要结实五倍 蜘蛛不断地改进着自己的织网的技术 它们织的网从最开始的平面网,后来进化到三维网 它们织的网有像轮子一样的螺旋球网 通向蜘蛛洞穴漏斗管的可以帮助蜘蛛逃生的漏斗网 还有我们经常在墙角碰到的黏乎乎的蝉结网 这也是黑寡妇蜘蛛擅长的网 还有在树叶和岩石底下常有的网状网 还有像一片披萨的三角形网 上面的纹理会更快地让猎物窒息 还有厚厚地横跨大片树叶和树枝的片状网 各种各样 第二点,蜘蛛它们是怎么样旅行的呢 或者说蜘蛛是如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的呢 那么这个过程叫做放气球 当天气和风力比较合适的时候 蜘蛛会爬到一个它能找到的一个制高点上 一个高的东西上 比如一棵很高的草或者是一个灌木丛的高处 然后屁股朝上向外射出丝肢 枝叶遇到空气变成丝 顺着风飘流 直到这些丝把蜘蛛自己给吊起来 像气球一样 然后蜘蛛就可以履行了 蜘蛛是手脚灵巧的一种了不起的动物 它们已经存活了一亿多年 它们每一个蜘蛛的生命很短 野生雌蜘蛛平均只可以活六个月 而熊蜘蛛大多只能活三个月左右 消除对一种东西的害怕的最好方法 就是去更多的了解它 你可以看一些网上的视频 或者读一些关于蜘蛛的书 可以从中学习到更准确的一些细节 这些书的作者之所以能够写出来这些书 是因为它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观察蜘蛛结的网 观察蜘蛛结网的过程 蜘蛛如何利用自己吐出的丝移动 观察蜘蛛如何繁殖后代 观察的能力是一个小学生 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一个本领之一 观察大人如何做事情 观察小动物 观察植物 天气 观察我们身边的一切 去发现你还不知道的为什么 然后想办法去找到这些为什么的答案 靠自己的观察 而不是去等待别人告诉你 这样的小学生生活就会是最棒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吧 我们明天的九九小陈信 不见不散哟 感谢观察 感谢观察 感谢观察